韓國演員顏泰熊日前遭按摩店女員工指控性侵 震撼韓國演藝圈 在一日下午他首度縣深警局前往映訊 在事件爆發九天後才神情憔悴的站在媒體面前 嚴太熊2015年帶著可愛的女兒嚴志韻加入人氣親子節目《超人回來了!好爸爸》形象深植人心 卻在近日爆出性情移民在按摩店工作的A女重挫演藝事業 在警方調查之前嚴太熊也是席自如今 簡單接受訪問後即快步走入警察局